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5月30日 青云北京三区已进行升级11月1日 广东二区也开放Region服务 至此 青云已支持两地三中心 至多三地五中心的多活架构 Region区域一般由多个物理独立的可用区互联组成 可用区一般为一个独立部署的资源结合 这些区一般都具有独立的光纤 空调 以及电力等系统可以不受其他区域的影响 Region就是这些区联起来形成的环网结构 用户可通过支持多可用区部署的网络与应用服务 快速实现系统架构的多可用区部署 青云眼中的多活 今年以来 大型互联网企业 以及公有云事故频发 Github甚至因为局部网络出问题 导致部分服务下限24小时之久 保证服务的高 可用成为必须重视的话题 而多活架构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公认的解决方案之一 林原介绍 多活架构有三大目标和两个技术指标 目标包括增强系统扯靠性 提升业务连续性 使业务运行不受故障灾难影响 技术指标包括RTO业务恢复时间和RPO数据丢失量在成功的多活架构中 这两个指标的数据都必须趋近于零值得一提的事 不是所有的场景都需要多活 因为多活意味着需要保留一定冗余资源 因此 必定会带来一定的成本一般来说 对于核心系统 交易和支付业务都有必要考虑多活 在以前多活都是公司内部从架构层面考虑高可用的结果 但青云认为 多活需要从基础设施方面入手 因此可以成为云厂商提供的一种服务 青云的同层多活架构 青云的多活架构分为三层基础设施 包括REGION 多可用区 可用区之间网络 延续小于C.5米S基础架构 包括负载均衡集群 VPC 私有网络和Snet 弹性公网 包括数据库多可用区部署 Mysqlplusmonga已经支持 Rodound Predis Cluster即将支持 这个多活服务 已经在青云公有云上 提供对于混合云托管云用户 青云通过SDWAN实现客户子 Zone与公有云连接 Mysqlplusmonga